养生饮品豆浆在市面上相当常见 但要做到专精却很困难 77年次的施志宏 因为喜欢喝豆浆 便开启了他的治浆之路 不但从日本进口机器 还坚持使用加拿大飞机改黄豆 采收浆制法 喝来豆香浓郁 口感醇厚 十分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为让大家喝得安心 施志宏甚至在店面打造透明厨房 让消费者可以清楚制作过程 创业三年来也因为好口碑 现在已经拓展到了三家分店 差不多一个礼拜买一次 买差不多一次 一次一买就差不多四五年 当然是喝得出来蛮浓的 我的小孩跟我的孙子都好爱喝 让婆妈安心买给家人的饮料 就是这家位在板桥的豆浆店 透明厨房怎么制作豆浆 完全呈现在消费者眼前 可以看得到的话 确实会有一个比较安心的感觉 对 所以我才想说把机器放在店面的旁边 那消费者可以编买豆浆 然后顺便看我们的制作过程 主打安心喝是因为制作的初心 就是要给家人一份爱的礼物 也是给小朋友的一个 做给他们看 做一个榜样 就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情 就是专心地做 然后可以细水长流 他是爸爸 也是豆浆职人 77年次的施志宏 这是他第一次创业 不选择加盟 就是希望能掌控品质 加盟的话 也是需要一笔资金 对 那也是有看过不少的成功案例 但也有失败的 那我们自己是对于创新品牌 就希望可以把一个品牌 慢慢做起来的一个成就感 我们是选择加拿大非基因感造的黄豆 那它是单一品种的豆子 种植的环境 然后土壤之类的因素 对 那这几种试过之后 其实我对于加拿大的黄豆 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它的风味比较香甜 对比较清爽 当初会以豆浆作为事业的起点 是一次的旅行 开启了它的创业之路 我们在去日本去玩的时候 有看过这种的机器 就类似这一类的 那就是回来再找去 你就看到也是这一类的豆浆机 对 然后才想说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黄豆里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 比较品质没有那么的好的 状况好的豆子 所以我们就必须把这些黄豆给挑掉 那像是这些其实品质都没有那么的好 如果它就加进去一起制作的话 其实多少都会影响到 整个豆浆的品质跟风味 将泡好的黄豆放进机器中 研磨煮沸 接着要跟时间与温度赛跑 现在是99度 耐着高温搅拌豆浆让它受热均匀 以时间换取美味 煮好的豆浆还得要滤渣 这样的熟姜煮法让味道更加浓醇 那生姜煮法的话它是先脱渣再去煮 熟姜煮法的话是连磨完姜之后 连那个渣一起蒸煮 对 所以煮到后面它是可以把 豆渣的那个营养煮在豆浆里面 充满豆香浓郁的口感让人印象深刻 原味豆浆用料简单 喝起来却有湿至红满满的心意 就算豆浆到处都买得到 但这样的坚持却也自然地为产品 做出了市场区隔 只要大企业的话他们的做法就是 可能中央工厂大量去制作 那我们的话就是最主要是固定值 那每天都是少量少量制作 而卖完再做卖完再做这样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是我们自己要喝的 所以我自己对于这一块的一个品质 会比较注重 来这里我见面来就都一定会来酒 来喝豆浆 因为怎样它会喝豆浆就浓度不高 口味还觉得不错 不错 现在喝就要回去 心想就要包整罐了 跟孩子到底喝 我完全以前我都只喝咖啡 可是接这个我觉得它好浓 然后它的坚果豆浆 南瓜还有什么 它口味很多嘛 所以都很好喝 后来我就介绍我们的邻居大家喝 受到客人喜爱的南瓜口味 施志宏只选用台湾品种 用当季蔬果制作更加鲜甜 有研发这个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喝南瓜浓汤 所以我想说那豆浆应该也是可以加南瓜 所以我就尝试了各个品种的南瓜来试试看 那后面我选择台湾的品种的南瓜来做我的产品 对 一方面是一方面台湾的当令蔬菜 对 所以觉得也会比较新鲜的感觉 将南瓜蒸熟后与豆浆混合 南瓜的甜味搭配自然豆香仿佛天生一对 但不管怎么变 治疆的初衷绝不能变 组合过程都是千变万化 那我们的话 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希望食材的原料 从挑选到土浆的过程到完成这片产品 都是最简单的然后最单纯的做法 去呈现这个产品的味道 制作豆浆战战兢兢对施志宏来说 为了这个从小的志愿 他背见了心力 除了坚持品质 就连店面的位置 消费者心态都是他考量的重点 在这边的话一方面也是 也是有比如体育场 那喜欢运动的人 他有时候会希望摄取一些骨糖的 除了水之外当然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质 除了电脂之外 他现在将所有的心力都放在产品研发上 像是这款手工豆腐讲究天然 舍弃了制作方便的石灰水 而是使用盐乳来让豆腐成型 现在大概75度左右 那我们盐乳比较不好做的地方就是 它需要温度需要控制在 70到70之间 对 不然如果太热了它就很容易吃起来口感很好 讲究细节的手工豆腐还受到米其林二星餐厅的青睐 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的菜色 当初这家餐厅有跟我们索取一些样品 一些产品要回去做测试 因为他们一定会有好几家豆浆店的产品 对 去做比较 那最后的话就很开心 他是选到我们家的产品 对 那其实知道他们拿我们的东西去制作餐点 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就一种肯定 被新奇餐厅肯定的手工豆腐 加上酱油稍微煎烧一下 简单的料理手法更能凸显豆腐的扎实与黄豆的香气 就像施志宏他这一路走来的信念 其实创业本身就不太容易 所以就是我们看我们的大方向 就是走细水长流的理念 对 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做好就好 那就是慢慢地去经营 希望事业细水长流 那么产品就要在口味中求新求变 像是这道干豆花就相当受到消费者欢迎 最一开始的话就是招牌豆腐豆花跟古早味豆花 那它其实都是就是加豆浆跟黑糖水这样子 那我也想说看有没有其他的吃法 但是又可以很简单不要那么地复杂 所以在想另外再研发一个桂花酿豆花 对 就是在一个干豆花上面 在淋上桂花酿那它没有那么多汤汤水水 但是吃起来一样是清爽的 那最近的状况还OK吗 还不错啊 大家都先买小银河看看 然后铁罐因为我觉得它卖得很好 这几年养生市场越炒越热竞争者重 施志宏靠着真材实料闯出一片天 目前拥有三家分店 而不同的客群也让它看见不一样的商机 除了豆制品之外 现在还开始制作三米制 早上的话就比较大酒店比较多人 对 通常就是学生上课时 会有家长会来买三米 四个小朋友吃 而且它很快速嘛 就是拿着就走 冰池用料天然 施志宏在金银上 有着自己独特的境界 这一杯杯不同口味的豆浆 味道创新 但细细品尝 不难发现常在其中的职人精神 与对食安的坚持 都看到这里了 想必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纯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 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